哈囉,我是威威,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和弦 今天我要告訴你為什麼專輯裡面的爵士鼓都那麼好聽 怎麼把腳底按摩師變成太古達人 跟如何玩人體爵士鼓 這部影片會需要你專心聽聲音 所以請準備好一點的耳機以及走到安靜的地方哦 如果你覺得好和弦的課程有幫助到你 請你考慮購買好和弦的10個加強大包裝 以實際形容支持好和弦 如果你是在大陸地區 歡迎到大陸代理商上和弦網站購買大包裝們哦 在你聽著很多現代的搖滾樂團的專輯的時候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覺得他們的鼓手都很厲害 為什麼每一下大鼓的音量都那麼穩定 每一下小鼓的音色都那麼漂亮 好像每一次都可以完美的 用相同力道擊中同一個甜蜜點的感覺 為什麼你練了十幾年還是沒有辦法有這種技巧啊 不要灰心,這個不是你練習不夠的問題 而是現代的搖滾跟流行音樂專輯裡面的爵士鼓 有很多其實都是假的 當然現在都2019年了 大家都知道科技很進步 所以我覺得當你現在聽到某某東西其實是假的 大概也不會覺得很驚訝 畢竟連像是雙眼皮、胸部、自拍照都可以是假的了 那專輯裡面的爵士鼓是假的有什麼好奇怪的 所以接下來就為你介紹 Drum Replacement 技巧 就像音唱不準的歌手們 可以用好和弦之前介紹過的音高矯正軟體來作弊 鼓手們也可以使用Drum Replacement 的軟體來作弊 Drum Replacement 據我所知目前好像也沒有一個統一的中文翻譯 我們就先暫時翻成鼓替換好了 所謂的鼓替換技巧 就是把一個爵士鼓錄音裡面 鼓手敲的每一下鼓 都替換成聲音更好的取樣 這個鼓替換技巧在最一開始 也是跟歌手的音高矯正軟體一樣 被鼓手們視為是一種作弊 真正很厲害的那些可以把鼓打得很好聽的鼓手 才不屑用這種東西咧 但是就像我們以前說過的 如果大家都在作弊 你可以不作弊嗎? 不作弊你就輸了啊 於是把現場的爵士鼓錄音換成取樣這一招 隨著實在的眼鏡也就慢慢變成常態了 我現在就來示範給你看 所謂的Drum Replacement要怎麼做 你先來聽聽看這個爵士鼓的多鬼錄音 你覺得它聽起來如何咧 應該錄得還可以吧不會太難聽 但是整個聽起來好像不太有能量 就是一個爽度不夠高的感覺 我們接下來來單獨聽 它大鼓的那支麥克風錄到了什麼 在這邊我想要你注意一下兩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這個大鼓的聲音圓圓的悶悶的 聽起來不是很有能量 第二件事情是 雖然這個麥克風是放在大鼓旁邊 可是它還是會不可避免的錄到很多其他的東西 你有沒有聽到其實小鼓跟拔的聲音 都漏進這支麥克風裡面了呢? 這個現場是完全正常的 任何的現場爵士鼓錄音都會這樣子 但是它就是聽起來不夠完美 我們再聽一次好了 所以很多專輯製作人聽到這種錄音之後就會決定 好吧,那我們用電腦把這顆鼓換掉吧 於是我們就可以打開鼓替換軟體 我在這邊用的是很有名的 Steven Slade 的 Trigger 2 這類型軟體的運作方式其實非常簡單 你就是找一個你比較喜歡的大鼓的聲音檔案 然後設定一個會觸發 也就是 Trigger 取樣的音量 一旦你的錄音超過這個你設定的音量 軟體就會自動播放一次那個大鼓的聲音檔案 就這樣子而已 我們剛才不是說有很多小鼓跟拔的聲音 都漏進這支麥克風裡面了嗎? 但是幸好 漏進來的聲音音量還是相對比較小的 所以我們只要設定一個剛剛好的音量 是他每次打大鼓的時候都會超過 而漏進來的其他聲音不會超過的那個大小就可以了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把原本悶悶圓圓髒髒的大鼓麥克風 變得又有力氣又乾淨了 聽聽看 差很多吧? 再比較一次這個是原本的大鼓麥克風的錄音 然後這個是我們用Trigger 2軟體 把它自動替換成取樣的結果 再來看小鼓的部分好了 這是原始錄音的小鼓麥克風錄到的聲音 其實聲音也不是很糟 但是就是聽起來不夠清脆 不夠有力 不夠帥 加上還有很多其他的東西也漏進來了而已 那我們一樣來用Trigger 2軟體 把小鼓也自動替換成取樣 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比較一次這個是原本的小鼓麥克風錄音 然後是我們的替換板 換掉了大鼓跟小鼓之後 全部合起來一起的效果如何呢? 我們先再聽一次原始版 來記得一下原始的聲音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我們用電腦 自動替換掉小鼓跟大鼓的結果 再比較一次這個是原始錄音 然後這個是經過鼓替換處理的結果 差很多吧? 就是一個很像是你自己在家裡面錄的 另外一個就很像是有名的歌手的專輯裡面的感覺 而且我們只有換掉其中兩軌 也就是大鼓跟小鼓而已哦 如果換掉更多東西的話 可能聽起來還可以更好一點點 其實我今天想到做這個主題的靈感來源是 有一天我去腳底按摩的時候 赫然發現腳底按摩店 其實是一個充滿著被耽誤的鼓手的地方 不幸的話你看看這位師傅的演出 他不只節奏超級穩定 而且還可以用手打出好幾種不同的音色 你再聽一次前面幾秒就好了 他有一些打的是低音 有一些是高音對不對 如果你把這個影片的聲音輸入到 例如說RX7軟體分析一下 你就可以發現 他打的比較高音的那幾下 在大約2000Hz到3500Hz附近有比較大的能量 你看像是這一下是高音的 他在兩三千Hz附近的區域 也就是現在畫面上箭頭指的地方就比較亮 那這一下是低音的 在相同的頻率範圍就沒有聲音 所以雖然我這個影片是用iPhone拍的 我像錄音室裡面錄的爵士鼓 是每一顆鼓都有一支麥克風 但是我還是可以利用頻率內容的不同 來把它打的不同音色 來對應到不同的取樣上面 所以我找了一個太鼓的音色 把它打的低音部分對應到太鼓 高音部分對應到鼓邊 你就可以把按摩師傅變成太鼓達人了 中文字幕là 這個按摩師傅的例子告訴了我們,如果你想要自己在家裡面錄爵士鼓, 你根本就不需要有爵士鼓,你甚至連 MIDI 鍵盤都不用有, 你只要敲隨便的東西,然後用任何可以錄音的機器,例如說像是你的手機錄下來就可以了, 音質好壞也完全不重要,錄完之後把錄音輸入到像是 Trigger 之類的鼓替換軟體, 然後選擇你喜歡的取樣就可以了。 我現在來用給你看,我在我的左大腿、右大腿跟左肩膀,各架了一支麥克風, 然後我就開始打自己,像是這樣子 看起來很像笨蛋我知道,但是如果你把這三支麥克風的錄音, 放到電腦上面做鼓替換的話就可以變成這樣子 以上之間的 Drum Replacement 鼓替換課程, 看完這一集之後,回想一下,你有沒有聽過哪一些專輯,覺得它裡面的鼓聲完美到不太合邏輯的地步呢? 它可能就是用今天說的技巧製作的喔,在下面留言跟大家分享吧! 這個影片是由好和弦200集紀念大大大大大大大包裝提供給你, 你現在只要用9塊錢美金上的任何價格就可以把好和弦全部10個大包裝置帶回家囉! 裡面除了比YouTube畫起來還有很多原始影片檔, 還有可以存在手機裡面一邊播腳皮一邊聽的MP3版, 總共有200集將近27個小時,檔案大小37GB的內容, 另外還附贈好和弦的背景音樂檔,獨家的8倍Remix版本, 所有好和弦大包裝的圖片,以及從來沒有公開過的作品分軌檔,超划算啦對不對? 想要以實際行動支持好和弦的粉絲們,趕快起來買好和弦200集紀念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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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吧! 最後歡迎您到nicecore.com,學習共同觀的作曲編曲還有電腦音樂的技巧, 我是微軟觀的,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